大家好我是方信子 今天去买了一把空心菜 这种好像是用那个藤扦插的 看起来比较细 就是这样的细细的 之前我看他们卖的这个杆子很粗根的 现在就都是这种细细的 可能是那个卖完了 然后用这个扦插的 这个好像是小叶空心菜 这样子一把五块钱 这种空心菜之前先给 这个菜汁里面上一点肥 这个是发酵好的羊粉 这个是发酵好的油菜籽饼 把羊粉拌一拌 空心菜的话是多茬采收的 它需要的肥也比较多 所以我就先在土里 可以给它上一点底肥 会不会有点多 把肥料放上之后 烹饪的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其实就很少了 来回多翻几遍 来回多翻几遍 土翻好以后 就来把这个弄上 转换多少颗 每边装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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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往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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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是中了八克 一边四克 我把它们的枝条稍微给压了一下 把它按倒在地上去了 等它缓过来开涨的时候 我再把这些枝条上压上土 然后这个菜籽就会满了 稍微给它浇一点点水 我这个土其实是非常湿的 不浇水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菜叶子上有很多的土 浇点水给它洗一下 空心菜种好了 暂时就让它们那样 因为买的这个空心菜苗特别的嫩 今天又出太阳 所以我早上赶紧过来给它 照了一下遮阳网 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 不知道能不能活 买空心菜的时候 最好买它稍微老一点的 容易种活 这种特别嫩的 如果太阳一大了 不盖遮阳网的话 一晒就死掉了 现在已经要天黑了 等一会儿我再给它喷点水 晚上就不用盖遮阳网了 白天出太阳的话 就要给它遮起来 要不然可能种不活 这两天的月季花开的特别漂亮 哈喽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待 有点 myth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